花蓮美輪飯店慶祝端午節 舉辦了端午體驗活動 邀請到五星主廚 將民眾包五星花冬咸豬肉粽 還有DIY的香包體驗 另外還同步舉辦了 捐血250cc呢 就受美輪飯店買一送一下午茶圈一張 希望民眾在花蓮 也可以感受到熱鬧的端午家節 疫情影響游客卻步 相較以往廉價 今年端午廉價 花蓮飯店業者住宿率也受到衝擊 花蓮美輪大飯店副總經理 卢柏欣表示 今年端午連假訂房綠約剩五成 但配合端午節 仍推出五星花冬咸豬肉包種 以及香包DIY體驗活動 且盼讓不為疫情 來到花蓮遊玩的民眾 也能熱鬧慶端午 端午節這一天呢 我們有跟花蓮捐血站 合作做捐血的活動 那只要民眾來捐血 250ml一袋 我們就送下午茶買一送一卷 那其實今天來就可以當場使用 那我們目前 綠苑西餐廳的下午茶 是開假日場 禮拜六、禮拜天的下午茶跟晚餐 都是自住室的供應 端午節也有做就是體驗活動 讓來的住客 還有花蓮附近的居民 都可以體驗的親子活動 那內容有 童趣香包跟五星包種 我們中餐的主廚、廚師們 重量級的廚師都出場來教學了 那我們這次的用料也是五星食材 有干貝、花冬鹹豬肉、栗子、鹹鴨蛋 這些食材都有供應 就是讓遊客、旅客們 覺得我想要加哪些料就自己加多一點 美輪飯店邀請五星主廚 現場提供五星級食材 讓民眾將喜愛食材包入粽葉 現場蒸熟即可享用 另外還推出端午主題造型相包 邀請大小朋友一起DIY 面對這波疫情 端午連假 美輪飯店也同時號召民眾來捐血 捐250cc就送美輪大飯店 買一送一下午茶捐一張 送出超過120份 獲得遊客和鄉親響應 記者長幫眼華聯絲報導